這個影片主要講一下Submation 這個Submation的符號是一個表達的形式 它的方式是這樣的 通常這裏的Dummy Index 一般是用K的 你可以用別的英文字母的 R、H、I都可以 不過比較少用N 因為N通常就是表達最後的數字 假設由1開始 這裏到最後就是N 就是在說 這裏我用K 這個AK通常可以用來表達一個Sequence 或者一個Function便可以 無所謂 視乎裡面擺甚麼 關鍵是甚麼呢 它的Starting 是1 即是代表K變1 下一個就是加 這裏就是2 再下一個是3 一路這樣跳 跳到最後這就是結業 這個就是結業 其實只是表示這些東西的總和 這副負荷的指數是非特一堆數字的總和 所以第一條 我要顯示 K由1加到5 裡面是 K 代表甚麼? K 由 1 開始, 下一個是 2 再下一個是 3 再下一個是 4 最後一個是 5 只是這樣解釋 那第二個又怎樣? 下面這個位置 第一,可以用其他英文字簿 例如 U 開頭的位置不一定是 1 開是 2 當然是整數 最後這個位置 當然要常理推斷 是大於開頭的位置 這樣代表開頭的位置是 2 下一個是 3 每次都是一格一格整數 爬上去 爬到第 7 這樣便完結 第 3 也是 這裡由 0 開始 去到 6 K square 代表 甚麼呢? 代表 開頭的位置是 0 0 的 square 加 1 的 square 加 2 的 square 加 3 的 square 加 4 的 square 加 5 的 square 加 6 的 square 只是這樣解釋 那第 4 條這個又怎樣呢? 就是這樣 這裡是由 3 開始 去到 8 R 代表 - 2 R OK 裡面是這樣的 R 由 3 開始 去到 8 裡面是- 2 R 這裡想寫一次給大家看 寫出來就不難 第一個是 R 代表 3 然後就是 - 2 乘 4 就是- 2 乘 5 - 2 乘 6 - 2 乘 7 - 2 乘 8 其實整件事就是這樣的 但你要細心一點發現 其實你可以抽這麼多的 - 2 可以抽出來 - 3 加 4 加 5 加 6 加 7 加 8 - 2 加 8 這裡就可以讓你看到 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由 3 加到 8 所以這裡其實都可以做這個效果 R 由 3 去到 8 這裡放 R 就可以 - 2 可以抽出來 因此你可以看到 Coefficient 是可以抽出來的 Coefficient 的數值 是可以抽出來的 抽出來的 Submission 外面 OK 第五條 R 是 2 到 6 - 1 的 R 次方 這裡做些什麼呢 R 是 2 的時候 - 1 就是 2 次方 接著 R 是 3 的時候 - 1 就是 3 次方 如此類推 這裡想給大家看一下一個例子 就是 如果我發現到 那些 數列 和 這些東西加起來的時候 發覺 一正一負 一正一負 這樣跳的時候 裡面是怎樣的呢 通常會有負一 然後 那個次方 就是 Dummy Index 因為 Dummy Index 會逐級上 即是 單數之後 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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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看到一個系列 一堆數列 是 一正一負 一正一負 很大機會 裡面一定有負一 Dummy Index 的次方 這裡計算就不是重點 OK 例如 1 計算就不是重點 純粹讓大家看看 Submission 的負號 和實際的數字之間的關係 這個 R 等於 1 到 4 2R square 加 3R -1 又怎樣呢 那 就逐個來 如果R是1 就變成2的1 Square 加 3乘R 再減1 2又怎樣 加2乘2的Square 加 3乘2 再減1 即是R是3 3的Square 加3乘3 減1 再去到4 2 4的Square 加3乘4 4-1 打橫加就這樣 加就沒什麼特別 但你試一下 打直這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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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變成什麼呢 就是2R square 1Square 加2Square 加3Square 加4Square 打直這樣看 這裡是什麼 變成加 3R square 1加2 加3 加4 最後的4就是 -1 -1 OK 即是說 這裡可以變成 二抽出來 這樣看 打直這樣看 R square 這個Square 這樣 然後加3 乘R等於1 1R 再加 R等於1 去到4 -1 看到嗎 即是說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Square 好像做乘數 這樣乘進去裡面 OK 然後這個Coefficient 就可以抽出來 這樣處理 這裏有時候有需要學一下怎麼數 term 譬如這裏 這個Square 由10到20 總共幾個 term呢 這樣 其實就是 把20-10 再加1 即是把尾 減回頭 再加1 就可以了 11個 term 這裏 也是 你不用被火化身的 最尾就是2N 最尾就是N 最尾就是N 加1 就是N加1 這個 term 這裏都是 基本上 就是N-M加1 這個 term OK 好了 這裏有什麼東西可以看到呢 就是有時候你想移動Dummy index的位置 你可以怎樣做呢 你可以 頭尾都加一格 加T那麼多格 但是Dummy index 就是減回T那麼多格 OK 舉個例子 譬如這裏 有個K 從1開始數到5 這裏的Dummy index是K 最正路就是 A1 加A2 加A3 加A4 加A5 但是有時候 它的Starting 就不是1 譬如是2 K是2 去到6 如果你發現到 否則 它的Starting 和Ending 都加了1格 跟剛才那個比 對不對 那index又減回1 你看看發生什麼事 開頭K是2 代翻下去 A2-1 接著是3 A3-1 接著 A4-1 5-1 6-1 那麼 最後寫出來 發覺又是A1 加A2 加A3 加A4 加A5 即是告訴你 如果這裏 Starting和Ending 這兩個位置 都加1的話 你將Dummy index 減1的話 對整體的Submation 是沒有改變的 這兩套Submation 其實是一樣的 再一次 再來一次 例如說 我這次的K 由3開始 去到7 你看我和最初的比 跳了兩格 這裡又加2 Ending又加2 但這次的Dummy index 我要對應 減2的話 會怎樣呢 最初就是 A3-2 加A4-2 加A5-2 6-2 6-2 7-2 最後又是A1 加A2 加A3 加A4 加A5 加A5 是一樣的 其實這三個 是一樣的 OK 這裡就是一個小小的地方 控制怎樣去動 那個Index 這條 這條就調轉了 就要你 由這一堆的Series 寫 Submation Notation OK 有些要相對比較淺 因為你一看就看到 那個Pattern 有些也挺辛苦的 那我們一起做 例如A這個 我考慮1加2 加3 加到去 100 這個相對比較淺 因為 很明顯 那個Starting 就是由1開始 去到100 那麼Dummy index 就K 沒有了 不用任何變化 當然這裡不用K 例如你用其他英文字母 用M H I都可以 到B 開始是四分之一 接著是五分之一 接著是六分之一 接著是六分之一 一路去 去到2020分之一 這次的Pattern 都很容易看的 就是 那個Starting 就是由4開始 Ending 就是2020 那個Starting 就不一定由1開始 OK 那個Pattern 就是1 over K 因為每次都1 跳1這樣上 所以會容易處理 C 這個突然難度高很多 第一 它是3 接著6 接著9 接著12 15 18 21 24 這個難度1 難度2是什麼呢 就是它 一正1 正3 負6 正9 負12 正15 負18 正21 負24 這樣去 這類就比較麻煩 你要想的是什麼呢 你先數一下 1 2 3 4 5 6 7 8 8 8 那你就嘗試去想一下 究竟 3 6 9 12 15 18 21 24 這八個數字有什麼關係 你細心留意其實就是8的倍數來的 所以你就知道了 當那個Dummy Index 開頭是1 最後是8 你寫3K 在裡面的話 那你就會出到 開頭 K是1的時候 它裡面就是3 K是2的時候 裡面就是6 K是3的時候 裡面就是9 如此類推 數字呢 其實就是3K 但怎樣控制那個Index呢 你要想 怎樣控制那個正負值呢 那 在剛才的Nox也有說過 你要成為-1的K次方 來控制那個Index 一正一負這樣跳的 但還有一些小小巧妙的 如果K是1的時候 第一個Term 就是3乘1 再乘1的一次方 即是-3 那是不對數的 正負值差一點 因此你要再乘一個-1 去遷就正負值 -1的K次方乘1 這裡有個隱藏的一次方 紅色筆這個 隱藏的一次方 所以就會把它寫成 是Submation K由1去到8 3的乘K 再乘1的K 加1次方 這才是Part C的最終答案 到Part D Part D的寫法就是這樣的 2加5加8 加11 加14 加17 你看到最初的是2 但每次呢 你都會看到是 加3加3這樣上的 OK 所以這個Submation 你可以這樣寫 K 不要想著看到2 就從2開始 未必的 你應該要想的是 這個是2 接著就是 下一個就是2加3 接著是2加3 再乘2 即是說 一定是2在這裡 然後再加3乘K 可以嗎 K是0的時候 另一個就是2 K是1的時候 另一個就是5 去到最後加多少呢 你就會想 2加3 N等於17 N就是5 可以嗎 可以了 最後就放5在這裡 K由0開始去到5 裡面就是2加3 即是加了6個Term 跳了6次 OK 到Part2 Part2 它是9分1 減7分1 加5分1 減3分1 加1 有同學看到這裡 由9 7 5 3 1這樣下 就想著 可不可以有個Submation 由大至小這樣下的 那個叫做Tounter 跳鍵 可不可以由大至小跳下去 下級 沒有的 一定是逐級上的 所以你要做少許調節 由1寫先 1-3分1 加5分1 減7分1 加9分1 等於 你看到 分母全部都是單數 所以K 你可以由1開始 分母就是1 2K-1 2K-1就是典型單數項的 general term OK K是1 2K-1 就是1 K是2 這個就是3 K是3 這個就變成5 OK K是5的時候 分母就變成9 所以這裡就是 由K去1 去到5 那個格式就是 1 over 2K-1 這個數值就完成了 但是正負值還沒有完成 因為它開頭是正 然後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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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成為負1 的K 加1次方 可以嗎 接著到 F F 這裏就是 1 over 127 乘129 然後128 乘130 一直到達 987乘989 那這個測量 你可以看到 這裡一開始 就是 127開始 那你就可以 這裏是K 乘K 加2 一開始是127 129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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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987 OK 這個相對不太難 你可以檢查幾個 開頭是127 然後129 下一個 就是128 乘130 然後 到最後 就是987 乘989 這裏是PartF 但是PartG 這個難度就高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一開始就是127 然後129 好 下一個就是131 然後133 看到嗎 OK 所以你就要去想 究竟我要是 怎樣寫那個 的 算式出來呢 這樣 你會發覺 它這次就不是加1 每次加4 加4 這樣去 看到嗎 所以 我這裏就是K加4 不是這樣的 每一次加4 就是 開頭這裏 就要是 4K 用4的倍數去調 問題就是 我怎樣考慮呢 開頭你想砌127 你把127 除4 31.75 所以 4乘31 就是124 OK 所以 你開頭 就是4K加3 K 就是31 開始 所以 變成4乘31 再加3 就是127 後面 129 就變成4K 加5 OK 你可以檢查 當K是31 第一塊就是127 乘129 下一個就是 32 32 4乘32 再加3 就變成131 然後 4乘32 再加5 133 問題就是 跳到最後是多少 最後你想 4N加3 等於987 那你便加回N 是多少 把987 減3 除4 246 這個 這就是PARTG 的答案 我便把PARTF PARTG拍給你看 就是讓你知道 雖然表面網絡差不多 但是 你要真的寫 SUMMATION 是可以差很遠的 到PARTH 那就是 0.001 加0.01 那下一個是0.01 一直加到10 10 其實這個就不算太難 反而 因為0.001 即是10 -3 然後加10 -2 然後10 -1 一直到10 10 你看到這次的Wariable 就是一個次方 所以Dummy index 也是一個次方 K 就由-3 去到10 裡面就有10 K 這樣便完成了 OK Dummy index 不一定是在CoEfficient 那裡出現 在Index 都可以 到PARTI 1加2分1 加4分1 加8分1 加16分1 加32分之1 一直加點點點 點點 即是說 無窮無盡 不停的 OK 那Submission 怎麼寫呢 你可以這樣理解 2分1 即是2的1次方 4 即是2的Square 8 即是2的3次方 如此類推 你見到 次方在一邊跳 逐格跳 1 2 3 4 5 一邊跳 問題就是 差1 你可以將它成2的0次方 響法無 可以嗎 所以K 你可以說是由0開始 1 over 2 就是K次方 可以嗎 那K是0的時候 第一塊就是1 K是1的時候 第二塊就是2分1 然後再推 問題就是 這個無窮無盡 不停的 加到最後是多少呢 沒有所謂的 我們就用一個符號 叫Infinity OK 放在這裡 即是暗示了正Infinity 正無限 它不會重複 也不會停止 OK 到Part J 你看到這個 1加0 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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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0 這樣去到 你學過 唯一它那個 Series 會是 一邊跳來跳去的 就是用正1-1 這個去控制 所以我們這裡都一樣 用-1 K次方去控制 例如K 由0開始 去到多少呢 就應該是199 就不是200 因為它有200個Terms 它有200個Terms 所以 由0 數到199 因為0和199 都計算一次的 OK 這裡你小心點數 OK 你說不是的 你想用1去到200 沒問題 OK 好了 我用0去到199 那又怎樣呢 K是0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正1 K是1的時候 就變成-1 好了 大家看這些全部加來 10 10 那怎麼辦呢 本身這個跳法 就是正1-1 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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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把它加1 就變成跳2 0 20 20 然後全式除2 就變成10 10 10 這樣 可以嗎 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OK 有圖說 不是的 我想從1開始 這個Counter 這個Intense 1開始 沒問題 K由1到200 那你那個-1 就變成K-1次方 OK 可以嗎 你這兩個位置加的話 這個Intense 就要減 這裏就是一些Property Obsubmation 就是很簡單的 譬如這個submation 這個符號 好像做expansion 這樣繩進去這些terms 裏面 或者那些constant 那些coefficient 可以抽出來 另外如果這裏是一個constant 由1加到N 那就加N乘C OK 這裏呢 就很特別了 就是說 連續N的正整數加起來 就是一開始加 就是N乘N加1 再除2 OK 最尾這個呢 就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 有個R這個Factor 開頭是1 然後加R 再加R2次 再加R3次 一路加到R的N-1次的話 你可以寫作的公式就是 R的N次方-1 除R-1 其實你只要把這個R-1 折回去成 就出回分子 OK 那怎樣證據identity呢 K是1 去到N A K加B K 你可以寫作就是什麼 A1加B1 其實只是把Terms 重新分配的做法 A N加B N 原本就是N N組這些 現在你重新分配 先把A的擺 然後把B的擺後 A1 A1 A2 再加上A1 A2 加上A 加上A A N 這個 就可以寫作 Summation 可以嗎 第三個 也很容易 K由1 去到N 但裡面是C 沒有任何K的物體 全部都變成C 一個C 第二個C 第三個C 一路加N C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接著下一個 就特別一點了 這個 由1 去到N 你可以由1 加2 加3 加4 加5 加到N-1 再加N 但另一個角度 可以是甚麼呢 反過來寫 即可以寫作 N加N-1 加N-2 加N-3 加N-4 一路加到2 加到1 這樣也可以 你發覺這樣加起來 這兩塊 兩塊這些 就等於甚麼 上加下 N加1 這裏上加下 2加N-1 又是N加1 3加N-2 這個 又是N加1 一路 全部都是N加1 有N9 那麼多的N加1 所以 就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由N9 N加1 然後 第二個去除 搞定 好了 到第五個Property 現在 這個 又是 1加R 加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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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 OK 我們要這個 叫做 S 我全式乘R R乘S等于什么 1乘R R乘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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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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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一下 1S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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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條,k等於1去到13乘2的k減1次方 3可以抽出來,因為它與k無關 這裡由1去到10,這裡2的k減1次方 我們就可以用公式了 2的10次方減1,over2減1 然後就算到答案 2的10次方減1,再乘3,3069 這樣就完成了 接著我們看看這條 k由-8去到2 4over3的k次方 我們就要嘗試把這個-8 移到1 所以就要加9 OK 所以2加9變成11 然後這裏就會發覺是4over3 所以這裏就要減9 所以這裏的次方就要減9 好了,那接下來怎麼辦呢 我們就把這個4和3的-9次方抽出來 然後剩下一個submation裡面 從1到11 這裏是3分1的k次方 OK 那這裏我們就可以用公式了 你說不是,這裏是k減1 那裏要更多一個3分1出來 那這裏我們就可以變成10 OK 可以用公式 就變成4over3的-10次方 乘 今次的r就是3分1 3分1的11次方 減1 over3分1 減1 按計數機 就會得到354292 然後到第15條 現在就要計算這裏 k等於1 去到50 2 x k 減3y k 加4 要你計算這裏是多少 其實這裏就不太難計算 我們首先就是化解它 2抽出來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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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Y加上是130 這裡是4乘50 計算就可以了 400-3乘130 加4乘50 210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是第16條 現在我要計算這個 K等於111 333 2K 減這個 K等於222 445 的K 減1 這裡我們可以怎樣處理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變成 111 跟這個之前一樣 即是我們把之前這個 這個就不動 這裡就減1 111 即是3 3 3 4 但後面這裡 這個就要加了 K 加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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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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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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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就要這樣做 K等於111 333 這裡是2K 還差一個 我們就可以free一個出來 這裡最後都是333 第三三四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當K是334 寫回減 334加110 我們free最後一個出來 有什麼用 就是要大家的開頭 和結尾都一樣 你才可以直接拿去減 將它合體變成一個 2K-K-110 -334加110 然後就會變成 333 333 K-110 -3.10 減 334加1.10 減 333,然後減 k等於111到333 110,減334,減110 這裡就是 你見到頭由111加到333 那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我們可以把它變成 由1到333 減回 由1到110 那麼多個k 這裡留心 OK 我可以這樣寫 由111加到333 由1到333 減回1到110 雙減之後就由111開始 所以就減 這裡有多少個呢? 就是110乘 333-111加1 記得嗎? 減334-110 這裡就計了 333乘334 over2 減110乘111 over2 後面這堆用計數機先按 就是24086 再按前面這堆就出答案 333乘334除2 減110乘111除2 減24086 25420 就可以了 OK 這條數碼的地方 就是 它那個位置 又不同 你要移動 對它 OK 接著 第17條 就是計這兩個 這個 最初 很容易計算 1 到100 那就 100 乘101 除2 即是5050 這個就沒什麼難度 然後 麻煩 就是 就是 要計算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要寫 看看 K是1的時候 就變成 負1 K是2的時候 就正2 然後負3 然後正4 然後負5 然後正6 去到負199 加28 就是這樣 OK 好了 那這堆東西可以怎麼做呢 這樣 如果你自己考慮 單數和的話 你還未知道公式的 那麼你有另一個處理方法 就是我希望 就是把它變成 這裡本身 我是 就是 減1 OK 然後 加2 減3 加4 一路數下去 你有沒有看到兩個兩個一組 OK 所以就是1 然後 1 1 那麼 那關鍵就是有多少組 兩個兩個一組 這裡就是100組 所以答案就是100 老實說 18條 老實說 比較簡單 就留給你們自己 做一個 的 練習 OK 那就是19條 那 以至 這個 K由1 到N 那麼 全部 將它Square 之後再加起來 就等於這個 這個數值 就是什麼 1的Square 加2的Square 加3的Square 加到N的Square 加到N的Square 就可以寫成N 乘N加1 乘2N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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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是一個公式 這是一個公式 來的 好了 現在是 知道這條式 找A,B,C,D4 A 那這個 這個 K 等於1 去到200 K Square 很明顯N 是200 200 乘201 乘401 除6 就可以了 OK 沒有什麼難度 2 2 6 8 6 7 0 B 就由100 到200 那你就會細心一點 從100到200 你要把它拆成 由1到200 減回由1到99 拆開兩回 可以嗎 因為100開起跳 所以要減什麼 就是減回頭99個 前面 這裡計算了 就是 268 6 7 0 減 後面 這條式可以重複使用 由1開始 去到99 N就是99 99 乘100 再乘 199 除6 所以這兩堆東西相減 268 6 7 0 減 3 2 8 3 5 0 268 6 7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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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x100 x199 x0 0 2 3 5 8 3 5 0 0 6 0 1 0 0 2 5 2 0 0 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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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這樣處理 先考慮 2²加4²加6²加200² 先考慮雙數 term 的和 雙數 term 的和就是 就是抽出4 變成1²加2²加3² 加到100² 因為雙數 term 一定有2² 你的²就有4² 抽出4 然後這堆東西 由1到100 頭100²加起來 所以變成100 乘101 乘201 超過6 4乘100 乘101 乘201 除6 就是135 3 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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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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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的Square,一路去到-199的Square,加200的Square 就是將雙數Terms的總和 1353400,即是紅色的 減回單數Term的總和 1,3,5,3,4,0,0,減這堆數 就會得到20100 這就是Part C 到最後,Part D K等於1,去到200-1的K加1 次方KSquare,這裏即是什麽呢? 1的Square,減2的Square,加3的Square,減4的Square 一路去到-199的Square,減28的Square 其實這個,不就是和Part C一樣 不過我抽個負出來 負1的Square,加2的Square,減3的Square,加4的Square 一路去到-199,加200 這樣而已 所以即是-20100 這樣就完成了 OK 好,接著第20條 就要你證明1 over N 減1 over N加1 等於這個 這樣也很容易的 關鍵就是,你把這個 是一個Beta 先夾住它 這樣呢 就分子和飯母都這樣吃 第一個本身只有1 但是你要配大N加1倍 就寫N加1 後面呢 配大N倍 乘N 所以減完呢 就是1 over N M bracket N加1 就是N加1 部分B 部分B就煩一點了 它要你呢 將這個 是N加1 這句話 可能它感受不到是甚麼 我試試試試試試試看 由N開始 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N加1 乘N加2 再下一個就是N加2 乘N加3 一路去到 2N-1 就是2N乘2N加1 OK 其實正在感受這件事 那怎樣做法呢 1 over N 減1 over N加1 就是甚麼呢 1 over N 減1 over N加1 因為總之就是 1 over N 減1 over N加1 就會等於 這個 1 over N 乘N加1 接著 你反過來刷 總之連續兩個 整數成為 你就可以是 1 over N 減1 over N加1 所以這也是 連續兩個 正整數成為 就可以這樣刷 到最後 就會是 1 over N 減1 over N加1 好了 有甚麼特別呢 第一個時間 就是後面 和這個減了 這裡 減了 你看中間 全部減了 減了最頭的 1 over N 和最後的 2N加1 那怎樣 通分沒有了 N bracket 2N加1 它就變成 2N加1 減N 最後答案 N加1 N加1 N乘2N加1 N加1 那這個數字就做完了 一下